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从家暴到离婚 李扬已经的婚姻究竟会融入了何往 进去收看今日说法 李扬离婚案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几个月以来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扬的家暴事件 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2011年12月15号 李扬和妻子李金的离婚诉讼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开庭审理 一份爱属于离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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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案件开庭审议审刑要对当事人是否申请公开审理 这个重大的程序事项进行确认 双方当事人机会所带领人均已到兴 现在有双方当事人明确被决案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 并简单的采出一件理由 本案涉及个人隐私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 我们申请不公开审理 双方采出完毕 何一军已经听起双方的评论意见 现在休息十分钟 有客何一军评议后决定 李扬说这次在法庭上的见面 是自己和妻子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 那么是什么让这对当年传为佳话的夫妻 在共同走过了12年之后 还是选择要去离婚呢 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事情的经过 2011年的8月31日 一个名为丽娜华的妈妈的微博 发出了几张一个女子受伤的照片 照片上女子的头部 耳朵和膝盖处都有红肿和流血 她的微博被大量转发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切和猜测 谜底很快揭晓 照片上受伤的女人 丽娜华的妈妈李金 是疯狂英语李扬的妻子 而对其施暴的人 正是无数人眼中的励志偶像李扬 李扬是疯狂英语教学机构的创始人 在读书的过程中 李扬总结了自己的学习方法 并将之发展成为疯狂英语 向公众传播 多年来 李扬和他的这套学习方法 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和赞同 李扬也成了一个励志的偶像 然而家暴事件的出现 让这个传奇的励志人物蒙上了一层阴影 人们也用疯狂一词来形容他了 人心的魔鬼 就是魔鬼完全打开了 魔鬼到底表现出了什么呢 那天他到底对李金做了什么呢 李扬说 在那天之前 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回家了 当天他与妻子为了一些事情 争执了四五个小时 最终爆发 从早晨大净中到中午十二点半 一次预言比较激烈 所以那一刻控制不住 就把他 其实我看他要站起来 我看他那个眼神 那一定有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就 当时就把他压到地 打到地上去了 我当时也是失控 也是半清醒半迷惑的状态 那时候是血冲到头上来 当时所有的就是 那以前那些事情 就激发到我说 我干脆同归均散了 按照李扬所说的 他制服了妻子李金 然后离开了家 在他看来 这样的事情在周围很常见 就是属于家庭冲突 但他没有想到 妻子李金报警了 之后李扬没有接警方的电话 也没有回短信 他在电视台做节目 助手在博客上 贴出了李扬化妆的照片 看到这篇博客的时候 李金正躺在医院 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他 8月31日 李金发出了第一条微博 我热爱丢脸 等于我热爱打我老婆的脸 此后四天 李金不断地在微博上 更新自己受伤的照片 随后各大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 报道这一起家暴事件 而此时的李扬正在上海 给150名母亲讲家庭教育 前两天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挺恐惧的 我害怕 我害怕一到那个学校以后 有人举个横幅 反对家庭暴力 李扬并不会言 看到太太发出的照片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李扬的朋友 曾经建议他暂停演讲 提早回京处理家事 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严重 就算拖三天也无所谓 另外我绝对不可能 因为这些事情 我因为小事情 把课程提醒 更让妻子难受的是 家暴的过程 被当时在家的小女儿看到了 这个女儿只有三岁 暴力行为让孩子感到恐惧 他用自己小小的身体 挡住父亲 但还是无法避免母亲受到伤害 小三 害怕自己岁了 他看我 看过他爸爸当我 问他爸爸拿出爸爸的手 Daddy no no daddy no 然后往后在医院 说妈妈对不起 下一次我用筷子 我又针到了 但是不要听我三岁的小孩说那个话了 家暴事件一周之后 9月9日 李扬终于结束了 在上海的课程回到北京 他直接从机场就到了派出所 希望在警察的这种调停下 我们就签了一个调停的协议 第一 保证不再生暴力 第二 要一起去见婚姻咨询师 第三呢 是要在微博上公开道歉 从工作伙伴到幸福夫妻 从儿女绕西到冷战暴力 在他们之间 事业的成功难道必须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吗 李扬离婚案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早些年在很多人眼中 李扬是一个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成功人士 那么他和妻子李金也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 12年前 李金还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教师联盟的总干事 1999年作为访问学者他来到中国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参加了疯狂英语的基金 他一下子就被李扬的教学方式震惊了 作为教师的他从没有想过 一门外语课竟可以用如此激动人心的方法来教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像李扬那样松平的老师 一个月后 李金毅然辞去了美国的工作 再次来到中国 成为疯狂英语的外籍总编和教师 之后他和李扬常常白天一起讲课 晚上一起写文章备课 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都不会觉得累 一起工作一起吃饭 一起去好多中国的地方 在工作中 李金和李扬发现彼此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爱学生爱教书 他们渐渐的熟悉起来了 直到一次离别 李金感觉到两人之间已经传生了爱的火花 明年圣诞节我会过 好像他 还有他也是啊 他发发疫苗 你走我不知道怎么办 2005年 两人在美国内华达州登记结婚 并陆续有了三个孩子 一切看起来都是幸福美满的 但是李金说 这么多年来 李扬并没有表达过为什么爱自己 更多的是把李金看作一个家庭教育者 一个好妈妈 由于李扬的公司总部在广州 加上常年在外演讲 他每个月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待在北京 他甚至不知道妻子女儿的生日 李金说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 对李扬的事业表示支持 十多年前 他跟着李扬去过中国不少地方 也曾经搬到公司的总部住过 但即使这样 因为工作 他也很少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但是李扬说 自己其实是个很自卑的人 只有工作中获得的巨大满足 让他欲罢不能 我可以一天都不回家 但我会二十天 李扬告诉我们 在他的心目中 工作比家庭重要 我并不认为我的血缘 就是支持我的孩子 我就要多花多少时间 我心里我就觉得 这些事都是其他事都是小事 我认为我的工作比这些都重要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我的 我愿意为家庭改变 但我不愿意改变态度 因为改变态度很耗费我的时间 李扬认为事业高于家庭 丈夫的这个状态 一直让李金的极为无奈 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 一个做丈夫的人 一个做父亲的人 一个月只能回家一两天 这样的缺失 让这个家庭积怨日深 你可以回来的是小孩生日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他说不会 我不需要工作 他说我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二十三号可以 没回来 还有对不起 还有飞机完了 还有明天有演讲 肯定 肯定脾气别厉害 你说是二十三号 你回来 你没有 我说我教小孩 二十三号 你可以 他们的生日是二十一号 二十七号可以吗 好几次 我说可以 我试一试 还有肯定我生气 还有 我的难心不高 李金希望与李洋沟通 而李洋仿佛总是没有时间 八月八号 李金看到李洋 在微博里写道 家是一个互相激励 互相寻找闪光点的地方 家是一个 给予自信 给予温暖的地方 在这条微博后面 李金给李洋留了言 李洋 你孩子需要你的家庭教育 假单亲的孩子真可怜 同意吗 调查中我们发现 李洋从小就没有亲密的家庭关系 父母在生下他后 支援新疆建设 他由外公外婆 带到了四五岁以后 才开始和父母一起生活 而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 二十多年也没在家过过春节 所以我是在缺失情况下长大 所以你会发现我爱的能力很长 虽然李金是个美国女人 但与许多遭遇过家暴的中国女人一样 一开始李金面对家暴 也选择了沉默 五年前李洋就曾经对妻子动过手 而当时妻子的肚子里还怀着二女儿 远在千里之外 很久没回北京的李洋 与李金在电话里爆发了争执 几个小时之后 李洋回到了北京的家 当时李金正跟三岁多的大女儿 一起做蛋糕 美国人生气跟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砸罐子砸瓶子 他把我电脑里的文件 李洋夫妻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多年 而且李洋的暴力也在不断的升级 这是李洋女儿们的图画和文字 描述虽然简单 却充满了家庭暴力 给幼小的心灵所带来的那些悲伤和痛苦 在用微博揭示李洋家暴之前 李洋也有过很多犹豫 他希望李洋会改 但是他却一次次失望了 照片 傻子 我看 在一个手 我那个看 那个手 我有照片 有了 我照拍桌子 傻子 李洋曾经在派出所 写下了调解备忘录 我保证 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 不再对妻子使用家庭暴力 夫妻俩也曾经接受过婚姻咨询师的帮助 但仅仅过了两天 矛盾又一次爆发了 我妹妹说 这个他们没事 他们俩经常这么闹 就已经过去了 他就觉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么轻描淡心 其实中国人不会这样反应 中国人就说家里没事闹过去了 和好的挺好的 但他就会暴跳入来 他非常震动 非常震动 然后他说你必须离开这里 那我说离开吧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李洋没有再回家 除了继续演讲与授课 他还频频接受媒体的采访 希望能弥补 家暴对自己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洋的死烦表态 最终让李静无法接受 李静说自己给过李洋建议 拿出一周的时间 不接受采访 不出差 跟自己好好的交谈 解决问题 但是李洋没有同意 李静起诉出诉认 家暴后 李洋已经停止寄付 三个女儿的生活费 我们申请不公开 宣布 刑审之后 李洋邀请李洋 参加女儿的演出活动 李洋又会做何回应 李洋离婚案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0月下旬 李洋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提出了离婚诉讼 要求直接抚养三个女儿 并且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 12月15日 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李洋离婚案开庭审理 李洋在起诉书中写道 被告李洋 曾经多次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 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此后 被告停止给付 三名子女必要的生活费 使原告及子女的生活陷入困境 被告李洋 曾经在媒体上公开明确表示 其余原告没有感情 与原告结婚 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家庭教育 而做的一个实验 与原告所生的三个女儿 只是实验品 此种说法更是原告的感情 受到极大的伤害 由于李洋提出 不公开审理的要求 记者无法了解到 在法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场的40多家媒体 只能在庭外等候 中午12点 近三个小时的庭审结束 李洋 拿着三个女儿 给他的圣诞节赫卡 首先走出了法庭 在这特殊地方 看见您的妻子什么感觉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因为有四个月没见 这四个月您在哪 四个月我在 还是照常我的工作 李洋认为 是文化差异于沟通的问题 导致了他与妻子 里经的矛盾冲突 其实还是 还是我说了 文化差异和沟通的方式 是一直无法超越的 而对于家庭暴力 李洋则一直试图 回避这个话题 家庭暴力 其实是真正理解 是持续的对女方 进行这个言语合作 底下的暴力 但是我们相当于说 可能在2006年的时候 过一次大的冲突 然后今年有啥冲突 我觉得我不认为 这是家庭暴力 就在李洋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已经快走出法院大门的李津 突然转身 迈开大步 朝楼前 正被记者包围的李洋 走过去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他很喜欢表演 我没有 我要听他的话呢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确实那时候 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 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在一起 走过来 那肯定是感觉越来越深 这是事实情况 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被摘出其中 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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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出一段来讲的话 就会 就会 听起来有很多问题 原因有什么 我们这个人是个好想法 我们这次 我看到有个字 非常非常 叫高尚的想法 他希望中国这件事 对我不断地追究 对我一直在这样追究 最后走上法庭 希望也是给中国 父女一个 树立一个榜样 如果有加能暴力的话 应该勇敢站出来 我觉得特别可爱 这个想法 但是在中国的话 我们都是劝和不劝散 床头打完床尾和的 但是呢 他的想法是 如果轻易的这件事 就过去的话 对大家对孩子 没有教育意义 所以 你要不要给我一个理会 说 我可以一个想法 可以 你不能叫他们 我太太的想法 我在旁边 我可以自己说出来 是吗 你怎么看 还有肯定是 很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好多的家庭 还有我觉得今天 我的目的就是起码 这个方法 还有我要 教所有的工作的家庭 不是女生 家庭 你们的生活 不能做家庭 李津告诉李洋 他们的大女儿 下午有表演 她手头有两张票 她邀请李洋 跟自己一起去 但是李洋拒绝了 二人再次爆发了争执 今天我们下午 我间被去看 我大女儿的 圣诞节的表演 我有两张票呢 你要过来 我要请你 你要过去吗 你要过去吗 今天下午 已经安排 就 下午活动了 能说你应该是什么活动吗 我要 我要飞到外地去 今天我是专门回来 也就是说 在您心目中 事业还是比孩子更重要 不是 今天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活动 我是安排了 昨天回来 今天下午是有飞行 因为我今天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已经有几千人 四五千人在等着我 庭审中 法官对他们进行了调解 但是没有结果 开庭前 李洋在微博上 贴出了一组 他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照片 并且写道 今天我要和太太见面了 不是在家里 而是在法庭 我心中没有抱怨和仇恨 只有接受宽容和感恩 甚至是思念 李津没有被李洋的言辞大动 这个曾经为了家庭 默默忍受丈夫暴力的女人 这个在孤独中 独自陪伴三个女儿 长大的女人 这一次表现得勇敢而坚定 您会介绍不离婚这个结果吗 没有 百分之百我们离婚 你听过呢 还有他不管家庭的 他不要砍小孩 不要砍我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李老师您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上 这个夫妻双方的这种态度和观念是不一样的 李洋他自己说了一句话 他说夫妻打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 他认为这个家庭暴力 不管怎么说是家庭内部的事 是可以过去的 但是在他的妻子李金那 就觉得这事过不去了 他就报警了 而且甚至不惜以结束婚姻为代价 您觉得这两个人不同的态度 您更倾向于哪一方 我觉得对家庭暴力不能够容忍 这是应该坚持的 那么就李洋所说的 他的这样一些观点来讲 确确实实对于中国的很多家庭 都是这么样认为的 那么也许有人把这个 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 理解成为说是 这个东方和西方这种不同文化的 这样一种冲突 实际上我并不这么看 我认为无论是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无论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那么任何文化 他打人总是不对的 另外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说 李洋的这种解释 实际上它容易导致一个误解 那就说中国确实是 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是一个打人的文化 实际上是不能这么看的 如果要说 中国文化里头有打老婆的这种东西 有没有 有 但是那是糟糕 我们已经解放 新中国已经建立六十多年了 我们的夫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我们的家庭要建设一种 平等和睦文明的这样一种家庭关系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头 也是要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这一点在我们婚姻法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 那李洋他还说 他说我认为这个不算家暴 家暴应该是一种持续的对对方一种虐待 他认为这个偶尔为之不算家暴 是这样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法律上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里面明确规定 家庭暴力是什么 家庭暴力就是以殴打捆绑残害 强制人身自由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手段 对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造成这种损害后果的行为 这就是家庭暴力 不管你实施了一次几次 那么如果说你是经常性的持续性的 那构成了虐待 那就不再是仅仅是家庭暴力 就是一次也是违法 一次也是 而且一次也不应该容忍 李洋他一直认为这个事业是高于家庭的 尤其结了婚以后 他觉得他可以大松心 家里有女人管着 他可以在外面去完全全身心的投入这个事业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 您能不能给这些人 特别是一些成功人士给他们一些建议 应该怎么样去照顾家庭 实际上这个事业和家庭 常常被作为对矛盾来提出来 那么在我看来 实际上这两者是统一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婚姻和家庭也是一种事业 而且是一种不能退休的事业 这个家庭的故事还在继续 但是我们希望 故事的结局不再有人哭泣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也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